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2月1日 星期日 今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今天開始一千多行 千萬的深圳居民可以來到香港游的時間更方便 不過據報官堂的隆寶酒家等不到這一天 昨天它是最後一天營業 記者到過現場看過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也說說各大的網上熱話 據報網上瘋傳三年過後全港各區的樓價 據報大跌是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熱話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瑜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關堂龍寶酒家等不設一千多行結業 熟客感到可惜 蓋炭不上消費潮搶客 兩位提到 香港飲食業、零售業等生意不景 業界望穿秋水 終於攀來今天12月1日恢復深圳居民一簽多行的安排和 不過新措施實施前夕已經有酒樓倒閉 連鎖食市龍寶酒家宣布 因為經營艱苦結束他們在觀塘廣場 營運五年的分店 昨天是最後一日營業 早茶時段店面坐了約9成茶客 不少茶客都說是常客 特別來到吃最後的早茶 對於酒樓倒閉感到可惜 有茶客在附近經營店鋪 因為有喝早茶的習慣 所以每天都來 不過就說通關過後 人流反而減少 被不上消費潮搶走不少顧客 對於酒樓結業感到十分可惜 龍寶酒家的觀塘店 早前是貼出通告 就說本店開業至今 走過重重逆境 艱苦經營五載 至今仍未走出谷底 實在感到前路渺茫 因此無奈決定 在今天12月1日開始是結業 即昨天是最後一日營業 01的記者昨天早市時段 到過茶樓視察 經理雖然是遠距記者的訪問 但現場看到樓面至少九成滿 不少茶客都是經常光顧的熟客 也有茶客說特別在他自己住的區 過來光顧 享受在觀塘龍寶酒家的最後時光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即是說一些連鎖酒家的分店 都未必能夠做得住 這間酒樓其實生意都不錯 不過沒辦法 他們貼通告 通告用字都相當慘情 就說至今仍未能走出谷底 實在感到前路渺茫 這兩句代表著很多餐飲界的老闆的心聲 本來一直捱疫情 等到通關以為一天光光 誰知道通關後的生意還差過疫情時 結果這間龍寶酒家都決定倒閉 等不到一簽多行的今天 不過甚至今天一簽多行也好 多了深圳的居民來到香港旅行 究竟能否挽回低迷的生意 都是一個大的問號 另外亦都說另一項熱話 根據網媒港生活的報道 網傳三年之後 全港各區的樓價大跌 當中有所謂的有錢人預測 其中一區的新樓只是值5000元呎 網友就說 剛巧七師傅也是這樣看的 內文提到 近日在連登討論區上 有香港人議 昨天聽過有錢人說 2028年啟德新樓 赤價比盡是8000元 為題發帖文 指出香港未來樓市只會一直跌 其中啟德新樓 會赤更加低至8000元以下 雖然市主沒有提到有錢人的真實身份 但他引述對方分析三年之後 全港各區的樓價都會跌 市主表示自己最初都不太相信 就說我都有想過會不會跌那麼多 後來他想起有錢人當時提出的四大理據 包括地產商投地意欲低 年輕人無意置業等等的因素 他認為香港樓價大跌是遲早的事 第二就說看怕樓價大跌 跌到2028、2029是必然會發生的事 相關鐵文引來熱烈討論 但大多的網友表示不相信樓價會繼續跌 就說不是吧 超哥說經濟好 也都說現在租金日日升 樓價怎麼跌 也有網友質疑鐵文的真實性 就說一句說完 他有沒有賣樓來套現 也都說有錢人哪有空跟你吹水 另外有網友發現 這個鐵文內容 和人氣風水師傅七師傅的預測 是有異曲同公之妙格 於是紛紛追問事主 這番言論是否來自七師傅 以上來自網媒講生活的報道 最近網友在說什麼 原來有個網友在連登討論區開鐵文 就說他近日和有錢人聊天 有錢人直言香港三年過後的樓價大跌 令B商這番言論原來和七師傅的看法是一致 難怪網友問事主 你所說的有錢人是否七師傅 令B商在說那位有錢人的分析 一致地產商的投地意欲低 另外年輕人的置業意欲也不高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當中更加預測 啟德的新樓每尺有機會低到8000元以下 即是2028年的時間 究竟這個預言會不會成真 問問大家的意見 另外亦都說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大媽在高架橋的露博曬果皮 網友串他真是粉不顧身 突製這個沙塵果皮的畫 浪文提到 近日有網友在Facebook群組 車鏡L發貼文和上傳車鏡片段 留言說想怎樣就怎樣 最重要是自己開心 影片只有9秒 看到有個婦人 在兩線車道中間的路肩旁邊 順著地上的白色箭咀 絲絲然大了果皮 對身邊兩旁飛驰而過的汽車 是視若無睹 一副你有你行 我有我曬的態度 影片的左下角顯示 示範日期是11月30日 下午1點37分 現場是大角咀 麗長道 歐凱城對開一段網 由麻地方向的彎位前 影片看到 有一個頭戴太陽帽的大姐 把果皮從紙箱裡拿出來 把果皮鋪滿在往左轉 往旺角和右轉 往尖沙咀中間的影線位 網友笑 這些果皮會變成沉皮 很大沉的沉 亦直言 阿姐為了曬果皮 不顧危險 燒煙 真是無處不曬果皮 以上來自先導日報的報道 曬果皮也要找回一個正確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高架橋 車來車往之餘 若果有任何意外 例如有輛車撞在駁位上 婦人就大件事 想不到就連高架橋都可以用來曬果皮 都不知道婦人怎樣走上去 網友笑 這個真是沙塵果皮 認真多沙塵 另外亦說這宗消息 又是太空油 根據HK的報道 太空油情侶檔藏身元朗村屋犯毒 警方倒破製毒工場抓人 檢獲大批太空油煙彈和冰毒 另外問題到了 警方在元朗展開打擊毒品行動 突擊搜查下游田村一個村屋的單位 倒破一個太空油的製造工場 行動當中警方拘捕一對情侶 並於單位裏檢獲284顆懷疑太空油煙彈 約400毫升懷疑液態伊托咪芝 還有一批懷疑電子煙的加工工具 總市值約36萬元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據報涉案的男子42歲 還有一個姓何的女子34歲 兩人正被扣留調查 近期這些太空油 越做越誇張 因為它可以藏身於電子煙 你都不知道那個人在吃電子煙 還是在吸毒 在相關的案件調查當中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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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